中俄友好让美日印澳集眼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举行 当地时间11日 第四次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前接受澳媒采访 荒谬声称中国的目标是主宰世界 会谈中 他一边说印太地区发生冲突并非不可避免 一边指责中国咄咄逼人 无论是在本地区 还是全世界范围内 提到咄咄逼人 如果美国自称第二 没有一个国家敢称第一 布林肯的话 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毫不留情地回对 Quad讨论应对所谓中国威胁 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 这一次对话议题又增加了俄罗斯威胁 按照媒体的披露和分析 眼下乌克兰危机升级只是原因之一 更主要是因为中俄前不久在联合声明中表示 两国友好没有止境 合作没有禁区 让美国大受刺激 中俄加强战略协作不针对第三国 但明确反对制造对抗的小圈子 在Quad中 澳大利亚当美国跟班当的最卖力 但这个联盟反华反俄的目标被认为恐难实现 11日 赵立均敦促相关国家摒弃早已过时的冷战思维 改正推行集团对抗和地缘博弈的错误作法 为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虽然是外长会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11日还是现身并讲话 法新社报道称 莫里森一开场就强调Quad在民主国家之间建立合作的重要性 同时 几乎不加掩饰地说道 堪培拉与北京之间的麻烦关系 他没有提及中国的名字 但对到访的外长们说 四方中其他三个成员 理解澳大利亚所面临的胁迫和压力 是极大的安慰 据印度教徒报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 气候变化 新技术 恐怖主义 网络安全和全球供应链危机等 是此次Quad外长会的关键议题 四国外长还讨论了台海问题 乌克兰危机和朝鲜半岛的事态发展 该报说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措辞上 北京一直批评该组织是冷战集团 旨在挑拨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 当地时间11日晚 澳大利亚外交部网站刊登题 为印太地区四国合作的联合声明 《环球时报》记者看到 声明谴责朝鲜试射弹道导弹 对缅甸危机表示严重关切 没有直接提及中俄的名字 但声明称 四方重申遵守国际法的重要性 以应对基于海洋规则的秩序所面临的挑战 包括在南海和东海 澳外长佩恩说 我们同意加大对印太伙伴的海上安全支持 增强他们的海洋领土意识和近海资源开发能力 确保航行和飞越自由 联合声明还称 四方重申支持地区国家 为推动建设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所做的努力 路透社评论说 四国承诺确保印太地区不受胁迫的影响 这是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扩张的路股抨击 法新社以美国与亚太盟国开会 巩固对抗中国的堡垒为题报道称 Quad意图削弱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 乌克兰局势首次被列入Quad议题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 这并不属于Quad的范畴 在开场白中 布林肯将莫斯科的行动形容为对国际秩序的挑战 称Quad将努力维护这一秩序 澳大利亚电视7台解释会谈 涉及俄罗斯的原因说 中俄友好关系达到没有止境的程度 在遭西方反对的议题上表示相互支持 澳大利亚时代报称 尽管Quad传统上的重点是对抗中国 但四国越来越担心中俄正形成统一战线 四国外长同意莫里森提出的扩大Quad范围的建议 俄罗斯生意人报评论称 俄罗斯威胁延伸至澳大利亚 为遏制中国而创建的Quad 发现自己处于新境地 去年底 俄外长拉夫罗夫在评论印度加入Quad时表示 我严重怀疑这一组织会有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 赵立坚11日表示 中方认为 美日硬要拼凑的所谓四边机制 实质是遏制围堵中国 维护美霸权的工具 这是在人为挑动对立 破坏国际团结合作 冷战早已结束 企图构建遏制中国的所谓联盟不得人心 也没有出路 佩恩11日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说 日本提议 今年上半年在该国举行Quad领导人峰会 去年3月 拜登主持了首次Quad领导人线上峰会 纽约时报称 布林肯风尘仆仆地飞往墨尔本的目的很清楚 尽管乌克兰和世界其他地方出现危机 但美国致力于加强其在印太的存在 并提出与中国不同的未来愿景 当被记者问到 中美在印太地区的对抗是否不可避免时 布林肯回答 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 但他紧接着说 我认为 我们都担心 中国在国内及地区都表现得更加咄咄逼人 在接受澳大利亚人报专访时 布林肯甚至声称 中国的目标是在军事和经济力量上主宰全世界 他说将坚定地支持美国及其盟友 成为一个比正在出现的中俄联盟更强大的联盟 赵立坚11日表示 美方政客的有关言论纯属老调重谈 充斥着政治谎言 中方对美方的有关表态表示坚决反对 这充分暴露了美方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 和意识形态偏见 《华盛顿邮报》评论说 在四年任期中 特朗普试图实施美国对华政策的极具转向 放弃了45年来 旨在说服中国变得更像西方的外交政策共识 令很多人意外的是 拜登政府很大程度上追随了特朗普 他不想改变中国 他想打败中国 但一位煽动对立却不提供真正帮助的美国 恐怕很难做到这一点 路透社称 美国说将启动一项新的印太经济框架谈判 却没有透露多少细节 而且拜登、政府一直不愿 向亚洲国家提供更多的市场准入 认为这将威胁美国的就业 分析人士说 美国缺乏经济参与 是拜登对该地区政策的一个主要弱点 中国仍是许多印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而Quad的团结也是个问题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称 在无数次犀利的交锋中 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 曾向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发问 你支持还是反对美国 后者回答说 是的 报道称 这很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 冷战时期的一则花边消息 但在世界进入冷战2.0版之际 它具有教育意义 印度可能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站在一起 但它有不结盟的历史 除了与俄罗斯关系密切外 印度还是上河组织成员国 该组织是世界最大的区域性合作组织 令Quad相形见处 据英国卫报报道 印度外长苏杰生11日表示 四方会谈富有成效 但他强调四方代表支持某事 而不反对某人 日本共同社说 在对俄方面 Quad的团结蒙上阴影 日本在寻求解决与俄罗斯之间的 北方四岛领土问题 西南交通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钱亚旭 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说 美方希望在盟友面前塑造老大哥的形象 影响和带动其他国家一起抗衡中国 但这种拉拢很难成功 在利益面前 这些所谓的盟友貌似能够短期结盟 但他们无法形成更长远的 更紧密的联合 在Quad四国中 追随美国最近的是澳大利亚 不少时候甚至比美国还激进 澳大利亚电视七台报道称 佩恩形容四国外长 举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谈 并称 澳大利亚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成指数级增长 澳国防部长达顿则对布林肯的强硬言论 表示完全同意 他甚至声称中俄结成了邪恶联盟 故意全世界对此给予高度关注 达顿的另一番言论令澳媒都觉得非同悬长 其他指责澳反对党工党获得中国政府支持 以赢得今年5月即将举行的大选 对此 澳前总理特恩布尔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 达顿的言论很危险 纯粹是为了粗鲁的政治利益 呈现出荒谬和绝望的迹象 俄罗斯生意人报评论说 澳大利亚准备在遏制中国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纽约时报称 美国将澳大利亚视为小国对抗中国的榜样 与欧洲国家不同 即便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 澳大利亚也在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关系 眼下 澳大利亚追随美国的结果是可能被拉入战争 布林肯在接受澳大利亚第九新闻采访时说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他预计 澳大利亚将扮演让俄罗斯付出巨大代价的角色 澳大利亚SBS广播公司报道称 布林肯说 尽管俄罗斯与澳大利亚相距半个地球 但俄在乌克兰边境集结 军事力量对澳大利亚至关重要 目前已有澳军人被派往乌克兰 如果战争爆发 人数可能激增